国内最大党巫统将在下个星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可是这次大会的开幕 巫统不打算邀请团结政府旗下成员党党魁出席官吏 反而考虑邀约各党的总秘书与会 巫统党选课题方面 党主席纳都斯里安姆扎西 有信心捍卫原职 不畏惧对手挑战第一把交椅 由希望联盟、国民阵线、沙拉越政党联盟 沙巴人民联盟和民兴党组成的团结政府 旗下党魁会不会受邀出席 巫统在11号至14号期间召开的大会 今天有了明确答案 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部长阿莫扎西 今天在部门发表元旦训词后 在记者会上表示 巫统不打算邀请团结政府的政党出席大会主题演讲和开幕 但会考虑向各党总秘书发出邀请 巫统在全国大选遭遇重挫后 来临的党选也备受关注 针对巫统主席和属理主席职是否应该开放竞选 党老大阿莫扎西说 他交由全国中央代表决定党的未来方向和领导班底 并出席大会主席 阿摩扎西有信心捍卫党主席宝座 而且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任何人挑战 还搬出2018年的党选结果信心爆满 阿摩扎西在2018年巫统党选中 以93票打败对手凯里和东姑拉沙里 登上第一把交椅 两名落败者的票数分别是 51票和23票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